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下关于陈时中是不是要出来选举了 我们看一看来自于中时新闻的报道 新闻的标题是这样讲 办公室都找好了传,下周征召陈时中选北市,民进党回应了 九合一选举逼近,民进党胜十县市长尚未提名 六都部分仅胜双北人选为定 传出民进党可能会在下周中常会征召卫副部长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 有知情人士表示,此举机会很大 民进党发言人李怡今晚回应 相关报道,系数传闻,选队会将加快脚步,积极征询西条参选人 只要人选选适当,实际成熟 随时会透过选队会,终止会完成征召提名 好,这样一个新闻,看来也不意外 之前我有说过,说陈时中中中招了 休息一下 休息完了以后,现在看来已经没事了 准备出来选来了 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一直在传说 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真正是谁,是不是他,等下个星期再说 如果下个星期确实定了,就是陈时中了 那陈时中不用说就当选了 未来台北市的市长就是陈时中 在台湾这个地方呢,不用考虑民意 民意、民调都可以造假 蔡贾博士喜欢谁,谁就可以当 从目前来看,蔡贾博士比较喜欢的两个人 一个是陈时中,一个是陈建仁 如果陈时中把他放在台北市这个地方 他一定当选了,陈建仁一定放在2024 接替蔡贾博士的位置 如果陈时中这次没有把他放在台北市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也有可能让陈建仁来出人 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这是一种猜测和判断 根据现在的新闻来看呢 民进党也没有否定 他也没有说不是 从整个的蔡贾博士周围这些喽喽 这些马屁精们来看的话 陈时中是拍马屁拍的比较卖力气的 而且由于陈时中掌管了 卫福部以及疫情抗疫指挥中心 这个关键的权利 在这两年当中 关于医药、疫苗、整个疫情当中 大笔的钱在流动 这里边陈时中已经完完全全满足了 民进党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了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疫苗买多少钱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疫苗采购是从哪来的 所有的合同都没有人知道 但是陈时中一定知道 对吗 所以陈时中对蔡贾博士这个集团来讲呢 他是一个功臣在这两年当中 钱漏到了 听话 这个不用说了 拍马屁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今后这个台北市长 如果让陈时中当的话呢 不管搞的一团糟 还是不是一团糟 反正有蔡贾博士在撑腰 陈时中一定可以当选 李进勇一定批准你上位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没有什么还复杂的 所以既然已经放出消息了 我们就看看 有可能就是这小子当台北市长了 台北市未来就是这人来管理啊 能好吗 这是第一个话题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看新闻的标题 金夏大桥遭陆委会轰无知 柯批宝 蔡甲博士曾提此证件 是骂蔡甲博士还是骂我 身前主席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日前 抛出兴建金夏大桥 方便连接金门厦门的提议 此言遭陆委会 弩批无知荒谬 但柯文哲表示 这些意见当地民众 都有反应且赞成 况且2016年 蔡甲博士竞选 政见中就有这条 所以是骂蔡甲博士无知 还是骂我无知 柯文哲晚间出席 台北艺术中心开幕 记者会对于陆委会 火爆开枪 他表示自己没那么聪明 会提出此建议 主因是他到金门后 有许多乡亲鼓吹要盖 没想到 才刚说出口后 马上抹红就来了 但无论是金门前后县长 前后议长 及观光理事长 每个都说赞成 柯文哲批评 2000年规划事办的小三通 是蔡甲博士 当陆委会主委时 引以为傲的政绩 金下大桥不过是目前小三通的硬体改善而已 相关货物 原先是用船载运 但运来运去 不如干脆弄个桥解决掉 他也就要陆委会竟用无知 这么奇怪的字眼来批评人 话锋一转 柯文哲质疑 2016年蔡甲博士去金门的政见 就有盖这条桥 所以是骂蔡甲博士无知 还是骂我无知 讲过的话不要忘记 而且陈建人后来又补一枪说 会言以监力 明明蔡甲博士和陈建人都说要盖 结果他一说就变成无知荒谬 难道是在批评蔡甲博士2016年的政见 请陆委会出来说明 好 这个事情就是金门和厦门架一座桥 这个桥从技术上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金门离厦门很近 一些物资 其实像金门的物资都不是从台湾过来的 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包括之前有说水源 水也可以从大陆给输送过去 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 不需要那么多意识形态的话 金门其实就是福建省的一个小岛 把这些物资如果能够通过大陆输送过去 架桥就快很多直接开过去了 这样的话对老百姓生活上是有好处的 也没什么问题 蔡甲博士曾经也说过要盖这个桥 柯文哲今天一说让人一顿筹码 你看这个东西就是柯文哲不服 也没什么不服的 蔡甲博士说话跟放屁一样 他说了跟白说 他说等于没说 再有 有一点 你要往深看的话 蔡甲博士两边都投其所好 哪两边 美国和中国 美国对台湾 为什么一直看在台湾很重要呢 就是台湾有钱 我让你买点军火 你就买点军火 买猪 你就买 这个地方钱是源源不断的 对大陆那边也是 大陆说了 蔡甲博士你不许独立 蔡甲博士就把公投给消灭掉了 大陆说了 赖清德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你把他给我干掉 蔡甲博士一把扭过来 掐着脖子摁在自己的脚底下踩着 踩死了 大陆说了 陈水扁是一个台独分子 给他压在那儿 不许给他特赦 蔡甲博士一扭脖子嘎唧 压在这儿了 大陆说了 民进党那些绿营的 还有没有转变思想的 蔡甲博士咔咔咔 一个一个全给拧了 全割底下了 所以蔡甲博士这几年 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让大陆非常的满意 也就是不可能台湾独立 绝不可能 蔡甲博士已经打保票了 至于什么时候统一 这个可以往后放 反正我不独立 这样的话呢 大陆这边是满意的 知道他绝对不会独立 而且逐渐逐渐的现在你看 真正的绿营都已经被给消灭掉了 剩下几个绿营的将已经给你把脖子给扭过来了 你拿了钱拿了官了 你就不许再说独立的事情 没了 现在呢盖一个桥 蔡甲博士同意的 蔡甲博士私下 我觉得他跟大陆是非常友好的 有一天突然间 河南成功了 台湾老百姓全被蒙在锅里边了 蔡甲博士他玩的就是一种骗术 对台湾人民说 我们要抗中 那边是混蛋王八蛋 转过头来 再拉好 我们盖个桥 我们怎么怎么样 你要做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我来做 对吧 赖清德交给我了 脖子已经拧过来了 陈菊拧过来了 苏贞昌拧过来了 都拧在这呢 还有吗 没有了 绿营的媒体拧过来了 民事拧过来了 到现在台湾一言堂拧过来了 多好啊 有一天无缝接轨 非常容易了 到现在已经非常容易了 就是无缝接轨 所以这篇文章呢 柯文哲虽然生气 就反映出一个东西 蔡甲博士私下跟大陆 他是有默契的 只是嘴巴来骗台湾人民 那边是另外一个情况 台湾老百姓可能看不见 但是现实存在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蔡满足双方的要求 他能够坐稳 这个就是 只要把双方都安抚好了 这边钱打好了 那边把台独消灭掉了 他这个位置就一定坐下了 就这么简单 至于台湾老百姓跟着傻乎乎的 跟着芒果官 又抗中 抗中 抗什么呀 他都没抗 你抗什么呀 你不就让人家当枪使了 不这么简单吗 所以柯文哲呢 发本牢骚 也就牢骚了 柯文哲你别说 你说什么人就骂你 为什么 你不能抢夺了 蔡甲博士那个光环 将来这个金门 金下大桥一见的话 蔡甲博士先说的 不是你柯文哲说的 人家要抢功的 怎么能把这个功劳归你柯文哲呢 所以不骂你骂谁呀 柯文哲还是属于政上比较幼稚的 对这种蔡甲博士这种毒使呢 认不太清的一种人 所以让人一顿臭骂 然后发发牢骚 今死而已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B2020